藏戏 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是戴着面具演出的呢? 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在演出时是没有舞台的呢? 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一部戏可以演出三五天还没有结束的呢? 还是从西藏那个僧人唐东捷步的传奇故事讲起吧。 那时候,雅鲁藏布江上没有一座桥,数不清的牛皮船被掀翻在野马脱江般的激流中。 许多涉水过江的百姓被咆哮的江水吞噬。 于是,年轻的僧人唐东捷步许下宏愿,发誓驾桥为民造福。 一无所有的唐东捷步招来的只有一阵哄堂大笑。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传奇。 唐东捷步在山南穷捷,认识了能歌善舞的七兄妹,组成了西藏的第一个藏系班子。 用歌舞说唱的形式,表演历史故事和传说,劝人行善积德,出钱出力,共同修桥。 随着雄浑的歌声响彻雪山旷野,有人献出钱财,有人布施铁块,有人送来粮食,更有大批的渔民、工匠、流浪汉跟着他们,从一个架桥工地走到另一个架桥工地。 随着铁锢桥一桌接着一座的架起来,藏系的种子也随之洒遍了雪域高原。 深无分文的唐东捷步,就这样在雅鲁藏布江上留下了58座铁锁桥,同时成为藏系的开山鼻祖。 传说 唐东捷布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八十年 出生时头发胡子都白了 因此在藏系里 她的面具是白色的 前额视有日月 两颊贴着短发 眉眼嘴角永远带着神秘的笑 在藏系里 身份相同的人物所戴的面具 其颜色和形状基本相同 国王的面具是红色的 红色代表威严 王妃的面具是绿色的 绿色代表柔顺 巫女的面具是半黑半白 象征其两面三刀的性格 妖魔的面具轻面獠牙 已是压抑和恐怖 村民老人的面具 则用白布或黄布缝制 眼睛和嘴唇处挖出窟窿 已是朴实敦厚 雪山江河做背景 草原大地做背景 藏系的艺人们席地而唱 不要幕布 不要灯光 不要道具 只要一鼓一搏 为其伴奏 他们别无所求 只要有观众就行 观众团团围坐 所有的剧情 全靠艺人们 用说唱来描述 艺人们唱着 说着 跳着 在面具下 演绎着各种故事 面具运用象征 夸张的手法 使戏剧中的人物 形象突出 性格鲜明 这是藏系面具 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得以保留的重要根据之一 西藏地广人稀 生产形态松散 生活节奏比较缓慢 表现在藏系中 即情节可以任其拖延 艺人们的唱腔 舞蹈动作可以随意发挥 一段戏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地重复 观众也在吃喝玩耍中看戏 双方随心所欲 悠哉悠哉 一出戏演他个三五天 毫不稀奇 藏系就是这样 一代一代地 失传深受下去